大家好 我是道理事杨树梢 现在呢我回北京了 因为疫情的原因 其实我们工作室的很多小伙伴 都还没有回来 然后呢大家也知道 最近沐上沉迷厨房 无法自拔 不论什么时候你找他 准在厨房 现在看看他又干嘛呢 你吃什么呢 我能吃什么生吃啊 火锅底料 你吃火锅底料干什么 我没吃火锅底料 我从冰箱翻出来 半会火锅底料 我看我说 今天晚上做个麻辣烫吧 麻辣烫 就是又麻又浪 又又烫的那种 那我先外面等着 吃完我洗啊 不是 你帮我洗一下这个 蘑菇 还有这个帮我切一下 这个午餐肉 然后再帮我拿两个鸡蛋 然后帮我切一下麻酥片 然后帮我把生菜洗一下 然后帮我把两个鸡肉薄片 然后呢帮我把那个金针菇 还有那个 我先走了 你少来点 一样一样说 我记不住 那我一样一样说 好的 你帮我把五层肉薄片 好了别说了 我们开始吧 好的 首先我们第一步 炸麻辣烫的底料 炸麻辣烫的底料 可简单了 我跟你们说 调大火 加油 放入花椒 三粒八角 豆瓣酱 葱 姜蒜一小颗洋葱 放入锅里 然后放入火锅底料 这个火锅底料 可能不是每家都会有 正好半袋 但是呢 如果没有的情况下 就放入一些辣椒酱啊 大把的干辣椒 去煸炒他们 炒的差不多了 这个时候呢 给他们 加水 这个麻辣烫的汤底呢 还要煮一会儿 在它煮的过程当中 我要准备炸鸡蛋兰头片了 旁边立马起这种蛋花酥 翻一下试试 炸到这个程度 外表金黄 控干细油 现在呢 就是处理麻辣烫 很多人做麻辣烫 都放入牛奶 我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我准备今天也学习一下 他们试一下 我看他们加完之后 这个汤都会变得 真的耶 看起来好像浓稠了很多 特别像那种外边卖的 麻辣烫的汤底了 像不像 一会儿一定让杨树烧 哇 特别像外边的麻辣烫一样 看肯定打吃一惊了 我们开始依次下入食材 土豆 把藕放进去 香菇金针菇 放入蟹棒 泡好的木耳 放几片青菜叶子 临出锅之前 把麻酱加入到麻辣烫里面 麻辣烫做好喽 吃饭了 哇 闭嘴 开始 哇 可以啊 还有什么 鸡蛋炸馒头片 为了恭贺你出关 然后我特地做了整整十斤的麻辣烫 十斤的 我其实特别想念外面小摊的味儿 你应该那样 你应该开一个麻辣烫店 然后每个人去了以后自选菜 丢到锅里面 你给煮完事 先不说这个了 最近我的店是多 忙不过来了 好香啊 我先尝尝 我饿了 你知道我在这做的时候 有味儿吗 我忘放盐了 你识说 可以 挺香的 忘了芝麻酱 其实咱们自己调的芝麻酱 会比外面的这种更香 水哥的少 因为调芝麻酱的 好吃 这是午餐热 哎呀 真好吃 没想到在家也能有这种感觉 哎 你现在要是把门打开 咱就跟在外面吃是一样的 咱要那个温度 就是路边的麻辣烫是吧 嗯 你端着出去吃就行了 别带着我 我觉得屋里吃挺短活的 你配个麻酱片吃 我配得上吗 你配得上 这个火候 你知道这个吃的有种啥感觉吗 嗯 我特别想扭头韩育 老板再下一份菠菜 就是有那个状态了 嗯 但是美中部族有一点 你开场是不是先爆滑丢 这个花椒啊 爆过火了 这个汤底呢就会吃出来 它那个花椒发呛的味 就有点 不可能 你喝汤 我喝了口汤都没问题好吗 我上位的证明 没有把花椒爆过 才一会儿把准备汤都喝了 哥没花椒味 我的问题 我的问题 别喝了 你别喝了 你别喝了 这汤真的好吃 比外面的要好吃多了 真的 嗯 没错 是是是 你敷衍我 我不要你这样的附和 快叫人来 如果今天大家都没吃出来 花椒过重的味道 独的味道 那么你 就会为终生贴上 味觉失灵的标签 那大家要是吃出来了 你这木大厨以后怎么干 木大厨以后就不放花椒润了 好刺激啊 刚才那观点你们都听明白了 你尝尝吧 你尝尝 是吗 姐妹们 我吃不出来那种 我觉得挺正常的 这些是厨房杀手 他对味觉不明显 多多呢 先否定一个人是吗 行 高手 你喝汤 你使劲品尝 有吗 吃不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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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没有吗 花椒味重不重 重不重 我再尝尝 我再尝尝 脸怎么红了 腮红 我觉得是这样 我刚刚加五的时候掉了一个粒 我觉得你可能是咬到那个 我空里的粒 有这个可能 有这个可能 我们来之后那个味道也在乎 对 谁让你吃粒的 不是 汤没问题吧 你太没一本吧 都很好 这个事咱得自个做 你教个的 他一开始 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儿了 谢谢大家 然后至于什么结果呢 他一开始 看谁以后不更微博了 就知道没谁了 他一开始跟我说 就说先给你扣帽子 好 好 谢谢大家